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回答记者提问 现在我们请导播把信号切到发布会的现场 理事们先生们上午好 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最近国务院新闻办邀请一系列部长出席我们的发布会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 国务院食安办主任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 毕景泉先生 请他向大家介绍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 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下面就请毕景泉先生做介绍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首先我要感谢记者朋友们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重视关系 食品药品 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也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药品的安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 要全面做好食品药品的监管工作 要坚持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 严把从农田到餐桌 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访线 确保人民群众涉及而上的安全 在过去的一年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大力推进放管服的改革 重点整治食品中 违禁超限使用农树药和食品添加剂问题 重拳打击药品医疗器件 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 改革创新食品药品 审评审批制度和机制 稳步实施仿制药 质量疗效的一致性评价 全面公开监管执法信息 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城市的创建 努力营造 饮食用药安全的良好环境 但是食品药品安全方面 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 监管工作以人民群众的期待 还有不小的差距 食品药品安全的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 前不久 中央财经论者小组 第十四次会议 对食品安全工作做出部署 国务院印发了 十三五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 两个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通知 国务院实验委召开全体会议 研究食品安全的重点工作 去年 全国人大开展 食品安全法的执法检查 全国政协召开双中协商座谈会 讨论食品安全天管体系的建设 社会各界 特别是媒体的朋友们 给予了很多的支持 这些都是我们做好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有力保证 新的一年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严字当头 重点之乱 严防严管严控 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要牵入牛鼻子 围绕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 开展突出问题的大整治 质量安全大抽检 着力防范 食品安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严厉打击药品安全领域的 制假受假违法犯罪行为 集中力量 查办大案要案 要打好攻坚战 实施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 大力推进 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 鼓励新药的研发 加快建设 职业化检查队伍 以监管创新 服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是为了人民 也要依靠人民 我们真诚地希望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以监管我们一起努力 共治共享 食品药品安全 下面我愿意 回答大家的提问 好 谢谢毕景泉先生 非常简短的介绍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答问环节 按照惯例提问前 还是请通报一下 所在的新闻机构 好 请大家提问 好 请第二排这位女记者提问 你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记者 我想问毕局长一个问题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 总体稳定向好 但农药 瘦药残留 添加剂浪用等问题依然很严峻 假冒伪劣和黑心食品等问题 仍然让老百姓纠结 请问毕局长 怎样才能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让老百姓吃得更加安全 放心呢 对中国的食品安全 既要有信心 也要看到差距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说要有信心 一个从市场抽检的结果来看 食品安全是有保障的 2016年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抽检了 25.7万批次食品的样品 合格率96.8% 于2015年持平 比2014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 我们对1300余家大型的生产经营企业抽样检验 合格率分别为99%和98.1% 近几年没有发生重大的系统性的食品安全事件 从工作上看 各方面的工作力度在进一步加大 2016年新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涉及到食品安全指标近2万项 新增农药残留的限量指标490项 食品抽样检验的数量比上年增加了49% 上年是17万批次 那么2015年2016年是25.7万批次 我们每周公开食品抽检的结果 对不合格的产品及时采取下架 招回等措施 消除风险隐患 食药监管部门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17万件 公安机关查办1.1万件 有力地震慑了违法分别 我们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署的管理的责任 严肃处理监管不利的食指读指人员 此外 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 统一权威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建立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食品监管投入的增加 这些都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体制保障和经费保障 同时我们要看到工作的差距和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 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 我们现在食品安全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食品安全工作以人民群众的期盼 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 农药受药残留的 农药受药残留超标的风险 环境污染造成重金属 食品中重金属超标的风险 粮食收购储存运输中 黴菌污染的风险 还有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食品添加剂的超范围 超限量使用的风险 另外制假 掺假 受假 那么这些违法犯罪的案件 仍然实有发生 在监管工作中 我们在食品安全的标准 监管 处罚 问责等方面 也都有很多的差距 基层监管力量薄弱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有些设施设备落后 这些都与监管工作的需要不适应 存在的差距 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 但是对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 必须零容忍 我们有决心 有信心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盐子当头的要求 盐管 盐防 盐控 食品安全风险 下大力气整治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图书问题 认真落实地方属地管理责任 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访线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请第三排那位男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凤凰温事记者提问 我们都知道应幼儿主制品奶粉 一直是牵动食品安全 牵动大家神经的一个关键的部分 目前内地的应幼儿奶粉 是从了备案制转成了注册制 有很多的评论认为 这会对行业进行一次大的洗牌 不知道您 毕局长 如何看这个问题 另外下一步的话 时间局这一块 会在应幼儿奶粉这一块 做如何的监管 谢谢 婴幼儿的配方乳粉 这是婴幼儿在由于种种原因 缺乏母乳未养的情况下的替代品 所以它直接关系到婴幼儿的发育和健康 在中国的历史上 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 所以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的安全问题 始终是食品监管的重中之重 从源头生产出厂到销售 实行全过程的严格监管 首先是源头严控 我们鼓励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生产企业 自建奶源基地 不能自建奶源基地的 那么要有稳定 而且要定期审核的原料供应的渠道 落实原辅料进场PP检验的责任 从源头上来保障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 第二是过程严管 企业要严格生产环境 生产设备运行状态和生产过程的管理 企业要对出厂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 进行全项目的PP检验 企业要建立生产经营全过程的追溯体系和产品的跟踪评价规范 2014年到现在 食药总局开展了60次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 食品安全生产规范的体系检查 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 对发现的缺陷要求企业掀起政改 第三是对产品严检 我们在企业出厂全项目PP检验的基础上 监管部门也开展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专项监督抽样检验 因为坚持越越抽检越越公开抽检信息 实现了生产企业和检验项目两个全覆盖 第四是违法严惩 对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及其企业 监管部门立即采取措施下架召回停产整改 严肃查处婴幼儿配方乳粉假冒品牌的违法犯罪行为 总体上看我们国家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水平是在稳步提升的 2016年婴幼儿配方乳粉质抽检2532匹次 检出不合格的样品32匹次 占1.3% 这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存在安全风险的不合格样品有22个匹次 占0.9%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存在安全风险 就是不符合包装值 包装 标签 明示值 但是不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合格样品有10个匹次 占0.4% 剪除问题的呀 基本上都是中小企 所以这些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大型的生产企业 基本上没有剪出不合格的样品 根据食品安全法对关规定 食药总局 所以启动了婴儿配方乳粉的注册工作 配方注册 这是针对我国婴儿配方乳粉这种特殊食品和市场状况 采取的特殊监管措施 重点是整治品牌和配方过多 标签不当标注和广告的不当宣传的问题 因而配方乳粉 功能声称必须要经过科学实验的证实 禁止明示或是暗示 诸如一致增强免疫力 这样的虚假宣传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请第二排这位女记者提问 我是人民日报人民网的记者 目前餐桌食品安全 越来越受到网友的关注 外卖食品安全事件也被屡屡曝光 请问毕局长 在加强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方面 有关部门将会采取哪些措施 谢谢 现在居民外出就餐确实越来越普遍 促进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 关系到千家万户 提升餐饮业的质量安全水平 这里边要分为企业的主体质量 这里边要分为企业的主体责任 和基层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 就企业来说要落实四个责任 第一 第一原料购尽质量安全的责任 规模化的餐饮企业都应该建立 稳定的原料雇营渠道 保证购尽的原料质量符合国家 食品安全标准 实行风险自查制度 也就是说 你如果采购了能要残留 涉要残留超标的原料 那你餐饮企业自己要负责 第二 认真执行餐饮业 相关标准规范的责任 原料的清洗加工过程 餐具饮具厨具 以及相关工具的清洗消毒 要符合餐饮操作的规范 要确保生疏分开 防止交叉污染 第三 要落实名厨量造的责任 要让消费者能够看得到 厚厨的制作过程和卫生状况 你可以采取玻璃墙的办法 也可以采取这种摄像机监控的办法 在外边设几个屏幕 第四 要落实 食品企业要明确食品安全管理的责任部门 门店要有食品安全的管理员 餐饮的从业人员要定期参加培训和考试 身体健康状况要符合相关的规定 这就是企业应当承担起来的主体责任 从基层地方政府 那么要落实好监管的责任 要加强对餐饮原料进货情况的检查检验 要严肃查处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违反餐饮操作规范的行为 同时要加强学校幼儿园食堂 农村集体聚餐 旅游景点铁路餐饮等食品安全的监督 严防群体性的食品中毒事件的发生 这里我想专门就网络订餐的问题 做个回应 2016年食药总局发布了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查处办法 这里重点啊 第一 只有取得许可证的实体餐饮店 才能够在网上接受订餐 没有实体店的不能在网上销售餐饮产品 餐饮企业必须保证 在网上销售的餐饮产品 与在实体店销售的餐饮产品 质量是一致的 第二 要严格落实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的责任 第三方平台要做到三个确保 第一 要确保在平台上展示的 餐饮企业的许可证是真实的 这样才能保证线下的经营者 必须是实体店 而不是黑座房 要确保在送餐的过程中 食物不被污染 因为送餐的物流公司 是第三方平台选择和指定的 所以它应该对这个安全 承担起监管的责任 要确保对消费者提出的投诉 得到及时的处理 因为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平台订餐和交费的 第三方平台负责结算 所以这个平台的开办者 要做到这三个确保 第三 要加强网络餐饮服务的监督 监管部门 要加强对第三方平台和线下 餐饮企业的监督 即时查处违反上述规定的 违法行为 我们欢迎广大消费者和媒体 对网上订餐进行监督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请最后面那位外国记者提问 我是彭博新闻社的记者 2017年 药品审品有哪些新政策 会给跨国药体在中国的市场进入 带来重大影响 谢谢 改革药品医疗器杰审品审批制度 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 2015年8月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件审评审批的意见 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启动 这个改革主要是围绕着提高质量 解决积压 优化服务 那么这三个目标来展开的 一年多来 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工作全面展开 一批新药优先获准上市 临床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的核查 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制度 在十个省市开展试点 科学高效的药品医疗器件审批 审批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适应证团队审评 审评员与审请人会议沟通 专家资讯委员会公开论证解决重大分歧等制度 均已建立 药品审批审批结果公开 已经开始实施 药品审批人员的工作人数 从两年前的120人到去年年底 增加的600人 我们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 注册申请的羁押 注册申请羁押的件数 已经有2015年高峰的时候 22000件 那么降低到现在8000件左右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深化 药品医疗器件审批制度的改革 全面解决羁押的矛盾 进一步激发医药产业的活力 有这么七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第一要加快推进药品质量 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 因为在中国的市场上 仿制药 那么还是我们临床应用药的主体 我们要扩大临床试验的资源 第一要探索注射剂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方法 要启动中药注射剂 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再评价工作 第二鼓励药品的创新 我们要研究鼓励药品创新的政策 完善药品专利链接和数据保护制度 并且逐步实现境内外临床试剂的国际护认 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第三要建立审评主导的药品医疗器件 审批技术体系 要继续增加药品医疗器件 技术审评人员和检查人员 逐步形成以技术审评为核心 现场检查和产品检验为技术支撑的 审评审批机制 第四要落实现场检查的责任 要加强药品医疗器件临床试验的 现场检查和生产过程的现场检查 加强申报资料真实性的核查 明确检察员的法律责任 以及派出检察员单位的监督责任 第五要建立药品品种档案 我们要为每一个上市的药品 建立包括药品处方 原辅料包裁 质量标准说明书 上市后安全性信息 生产工艺变化等信息的数据库 因为在历史上 我们不同的年代批准的药品都有不 不同年代的要求不一样 所以这些档案 有些是欠缺的 而且有些企业公益修改调整 没有及时报批或备案 第六 要建立药品电子通用技术文档系统 这就是英文里面叫做ECTD系统 争取今年年底 能够实现按新系统 实行电子申报和审评 这样就可以减轻 企业特别在境外申报的企业 到中国境内来审报 基本上技术要求是一样的 格式是一样的 减轻大家的负担 第七 要加快推进工艺核对 药品生产企业 必须按照国家批准的工艺进行药品生产 有关公益核对的意见 我们正在根据各方面的建议进行修改完善 争取尽快引发 谢谢大家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请第二排这位女记者提问 感谢主持人新京报记者提问 2015年我国开始了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 对于这项工作很多老百姓可能还是不够很了解 想请局长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以及他的目标和现在的进程 因为很多人都在担心说任务如此繁重能不能如期完成 最后也有很多人质疑说开展这个仿制药 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 是不是意味着药品质量出现了问题 也请您回应一下 谢谢 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 进行质量和疗效的一致性评价 这是2012年1月份 国务院印发 《十二五药品规划》中提出的任务 在2015年国务院印发 《改革医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的意见里面 重申了这一要求 所以这个工作不是新提出来的 因为过去我们批准上市的药品 没有与原研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要求 不是抢制性的要求 所以有些药品在疗效上 与原研药存在差距 开展仿制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的目的 就是要使我们生产的仿制药 能够在临床上 与原研药相互替代 好处是 可以减轻社会的医药费负担 可以提高 中国药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也是促进医药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对我们国家药品的质量要历史的看 发展的看 按照今天的标准 来看待十几年前 几十年前批准上市的药品 我们会感到 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这很正常 我们国家曾经经历过 缺医少药的年代 如果说过去我们的主要矛盾 是解决短缺的问题 有无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 就是要解决好坏的问题 要解决好的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啊 创新药要新 你不新怎么叫创新呢 改良型新药要优 你要改良人家的产品 你一定要在临床上 比原来人家的新药能够有优势 否创新药要改良人家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改良呢 仿制药要铜 那就是在质量和疗效上 你既然是仿人家的东西 那你要能够啊 跟人家一致 跟人家一致 就是在活性成分 剂型剂量 规格尿药方式 都要相同 在临床上 治疗的效果要相同 能够相互替代 这才叫仿制药 所以我们这个改革呀 就是要使我们的制药企业 制药行业能够走向 创新型发展的轨道 现在企业 对参与一致性评价的热情很高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办公室 已经接到参品之际的备案申请 有4000多件 备案的品种有700多个 我们监管部门 要努力解决企业所反映的 临床实验资源不足 选择参品制剂比较困难 这些问题 要做好翻译和发布 各品种一致性评价指南的 服务工作 惠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优先采购 医保报销等政策 为企业推进一致性评价的工作 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请第一排占华国记者提问 谢谢 谢谢 好 请翻译 翻译一下 有专有名词 一会儿如果不清楚的话 还可以再确认 请您翻译一下 您好 我是来自于路透社的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 上个星期中国政府 发布了一个国家 关于可报销药物的清单 我想问一下 哪一些药物的价格 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下降 以及具体是这个下降的程度是多少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 我想求证一下 是否中国政府已经禁止使用 一种药物 不好意思 您能再重复一下那个中文 或者您自己 或者您 您有没有助手 能够标准地用中文说一下的 还有其他的名字 要是什么类的法炉性 在这两个问题 前一个问题 您应该跟我们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物 提问 比较合适 因为这个药品的医疗保险报销部录 是医疗保障 是咱们这个社保部管 但是您刚才关心的是 进入医疗保险报销部录了 会不会哪些药品价格会下降 我想啊 新进入报销部录的药品价格 如果作为生产商来说 我愿意把它价格下调一点 我这是假设啊 当然了按说 我不应该回答假设的问题 我只是从啊 制药商这个角度来说 既然进入报销部录 就意味着能够扩大销量 既然能够扩大销量啊 那没有必要把价格就定那么高啊 尤其是很多啊 进口药的价格 这只是说啊 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从制药商的角度 我认为啊 在价格政策上 确实应当根据 是否进入报销目录 要做个选择 但这件事 实话说 我现在不知道 社保部是否制定 报销价格 但是作为药商来说啊 这要企业来说 他要选择定价的策略 第二个问题 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啊 五弹甲鲜银添加剂 说句话 这个事 技术就太强了 这个据我了解啊 这个在食品安全标准里面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里面 现在是可以使用的 在小麦粉 小麦粉里面 但是规定了限量值 这个呀 您这样如果感兴趣啊 你和我们的新闻司联系 让我们新闻司找技术人员 帮你查证一下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请第三台 那位男记者提问 好的 谢谢主持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那么请问毕局长 为什么要开展 食品安全城市的创建活动 那么十二五期间 这个创建活动有哪些亮点 另外的就是十三五期间 如何把创建活动的开展 与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进一步对接 谢谢 开展食品安全城市的创建活动 这是推动地方政府 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 一个重要的抓手 或者说是一个工作手段 也是以点待面 提高食品安全接管能力水平的 一个措施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已经连续三年召开现场会 国务院领导同志都亲自出席 并讲话来推动这项工作 现在参加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创建的活动 已经有六十七个城市 参加创建的城市的党委和政府 对食品安全工作 与以前相比更重视了 因为这是政府行为 监管的投入更多了 监管的制度更完善了 群众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与创建前相比 试点城市食品安全监管 现场检查的数量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 食品检验的样本量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 群众对创建工作的支持率 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所以这个老百姓啊 是普遍啊 是支持 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 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十二五期前啊 我们食品安全城市的创建工作 要由现在的六十七个呀 增加到一百个左右 我们也鼓励各地分层次 分步骤 开展食品安全的创建活动 这里啊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二零一七年 我们将在参加创建的城市中 银淡奶 水产品中的瘦药残留 这说句老实话 我给我们的同事啊 也经常讲 说食品安全满意不满意啊 回家问问自己家里的人 问问你身边的人 问问咱们的亲戚朋友 现在 对买这菜买肉啊 你放心不放心 我前面说总体上 大家应该放心 但是啊 大家说不放心是有理由的 你看现在这微信圈里边 经常流传这个段子 买了菜回家 用什么东西洗 用水怎么泡 说是能够啊 去除了农药残留 所以啊 我们想在这些创建城市里边 大家自愿参加 卖放心菜 卖放心肉 在国务院刚刚通过的 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中指出 食品安全的标准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食品法典 尚有差距 我们标准上与人有差距 部分农药残留 受药残留相关标准缺失 检验方法不配套 为了解决群众这个最不放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鼓励这些大型超市 主动参加创建 按照言语 现有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来检验 农药残留 受药残留 设立专柜销销售的 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 都要名时相辅 那你当时进行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时候是什么标准啊 进行有机食品认证的时候是什么标准 你现在按设专柜销销售 好事我们应当鼓励大家闯着品牌 但是呢 我们应该按照绿色标准 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的标准 来对他进行检验 要名时相辅 否则就是欺账 所以监管部门啊 也将对参加创建的这些超市 进行严格的监督 检验 这样啊 就可以倒逼 这些参加创建的超市啊 严把进货关 加强 供应链管理 促进订单农业的发展 让老百姓能够实实在在地买到 放心肉 放心菜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好 第一排这位 谢谢初生 南方周末记者 我的问题是 最近总局进行了 中程药通用明的技术守则的发布 正在征求意见 我想问 发布这项意见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阻力大吗 因为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些 企业在反应 比方说云南白药 他们会公开说 如果大量的这种中药根名 会影响他们的百年树立起来的品牌和声誉 预计损失可能会超过百亿元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还有征求意见结束后 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实施这项规定 谢谢毕局长 药品名称是药品标准的一部分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有些中程药的名称存在着夸大和按时了效的问题 误导消费者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有的药名叫消癌瓶 你消的是什么癌呢 如果说吃了这个药都能够把肿瘤给消掉了 那咱外科医生也不用做手术了 咱科学家也不用研究啊 抗癌的药物了 你就回家吃消癌瓶 能治得了你这癌症吗 我们还有一些药名 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种名称你们说不改型吗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辨别的能力 我们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够严格地按照 药品说明书里边所介绍的这些知识 按照处方来开这个药品 特别的基层 我们还是缺少很多合格的医生 2014年食药总局 成立课题组 专门研究中药 古代方济命名的特点和规律 起草了中重药命名的技术指导原则 前几个月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现在征求意见已经结束 我们听到了有些不同的意见 因为是公开表达的 有些意见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将会认真研究 大家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 规范中成药的命名 重点是整顿 夸大疗效 暗示疗效 以及用语低俗的命名 这样做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的 对于命名不规范的情形 我们将结合标准提高再注册等工作 逐步规范 对确需修改的名称 也会给予一定期限来逐步过渡 谢谢 那我们最后一个提问机会 请大家举手 好 请第三排那位橘红衣服的李记者 你好 谢谢主持人 BG长 我想问的问题是 就是近日网上盛传这个紫菜 是用这个塑料制成的 那么随后呢 北京的这个食药间部门呢 也进行了辟谣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监管过程中 如何让这些私议的食品谣言斜斜脚 谢谢您 您是哪个媒体 北京电视台记者 谢谢 哎呀 北京电视台历史上是有点故事的 你们也曾经做过纸线包子 报道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不应该在这个场合提这个话题 但是我要说的是 像塑料蔬菜这种谣言啊 我看人们稍微脑子呀 哎呀 这是个急转弯的问题 想想看 不就是说用塑料做紫菜吗 是紫菜吧 好像是 啊 紫菜 对 我也看得到类似的 你们说你吃了第一口 发现是塑料 你还会吃第二口吗 哎 讲一个例子啊 十多年前啊 我曾经在北京啊 也是一家外国著名的 大超市里边买过啊 包子 那个时候还是 那还是比较新兴的啊 这种说卖 卖成品 这包子回家吃的时候 我发现咬了第一口啊 我发现那里边可能有土 用东北话叫牙尘 吃了第二口啊 我就没吃第三 吃了 吃了 又吃一口 我就没 我就把这个东西扔了 说句老话 我也没想到 在我们这种大型超市 跨过公司 在这开的这个超市里边 卖的包子 居然菜没洗净 说白了 那就是根上带着那个土啊 一起剁成馅啊 包在包子里 那你们说用塑料来做紫菜 这样的谣言 还能有市场 还传得比较啊 好像说是 还有这个视频 好像说是 是吧 第一 对这种造谣者 造谣者 食品安全法里边 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要给予治安拘留的处罚 要严厉打击 这叫造谣货众啊 这是啊 第二啊 我说呀 我们这个石耀总局的 这个新闻司 曾经组织我们媒体的朋友们 搞了一个匹谣联盟 你们这记者朋友们 发挥你们的作用 你们做个分析 找点专家及时啊 做点分析 这种案例 哎呀 有没有可能啊 这个第三啊 消费者呀 说句老实话 也要提醒消费者 要增强点啊 判断 这个意识 不要盲目地来传播 这里的消息 这个当然了 我们也鼓励 受到这个谣言啊 损害的利益相关者 提出索赔 哎呀 不过很可惜呀 这可能说不定 这两个造谣者 能不能具备这赔偿能力 十条权法里可是规定了啊 媒体如果要是造谣 不实报道 造成损失 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所以啊 我们希望媒体的朋友们 参与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最重要的就是要监督 这些不实的传言 同时你们也要揭露 这些制假 受假的这些行为 但是呢 关于新闻媒体啊 食品安全的报道啊 一定要客观 要公正 建议大家 不要轻易地使用 有毒 毒食品是吧 致癌 尽量不要用这样 渲染性的字样 平时一点好 因为呀 食品安全的报道 既要考虑食品安全的本身 更要考虑这种报道 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比如说 毒疫苗 假疫苗 哎呀 那你说句老实话 这山东济南疫苗 不就是个非法经营吗 是经济犯罪呀 再比如说 假奶粉 毒奶粉 哎 那上海查处这个呀 乳粉案件呀 它就是用低价的奶粉呀 把它灌装到自己 定制的高价奶粉的那个瓶罐里边 赚取这个差价 再比如说僵尸肉 如何蹦上餐桌的 什么叫僵尸肉啊 哪块肉不是尸体上的 哪个尸体呢 不是僵的呢 我们哪位女士先生 能够从活猪活牛身上 咬块肉吃呢 不能这么形容 我们所要吃的这种食物 所以啊 谣言 大家要揭露 制假受假 要揭露 要批评 但是有关的报道 一定要客观公正 要平时 不要啊 怎么心眼球 就怎么起的标题 哎呀 说起难听一点的话 有点啊 贬义的 不要滑动去冲 因为啊 媒体 各位新闻的朋友 记者朋友 也要考虑你们 在进行这些 批评性报道的时候 所要考虑 肩负的社会责任 感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 毕景前先生 非常专业详尽 而且也非常鲜活的回答 也感谢大家 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再次提醒一下 今天下午三点钟 交通运输部的部长 李小鹏先生 还要出席 国新办的发布会 介绍有关情况 也欢迎大家出席 那今天的发布会 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 毕景前先生 谢谢 谢谢 市长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 全媒发布 稍后是中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布